乳腺癌靶腺治疗可以替代发疗吗 靶腺治疗和手术以及发疗 发疗内风泌治疗 真一真药治疗一起 构成了乳腺癌的一个增合治疗体系 目前发疗还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模式 靶腺治疗不同于传统治疗 属于目前诊疗精准治疗的一种 是针对特定基因阳性表的诊疗细胞 起到特定杀伤作用 它能够区分敌果 在杀死诊疗细胞的同时 尽量减少对正常细胞的影响 但是靶腺治疗不可替代发疗 目前的分子靶腺治疗 都是基于标准发疗技术上 或者是发疗后进一步提高疗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而整疗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一个靶点或一条途径 所以在适应靶性药期间 整疗也会通过药物靶点的改变和损伤靶点的修复增强 以及其他的免疫逃逸机制逃避药物的识别和根基 成而出现耐药 表现为治疗的一个复发进展 所以默契的保险药 还不能完全控制治疗的发展 使治疗消灭 更不可能取代发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